喔 有吃 雞蛋 它有一個名氣 千年蛋 你們知道這裡是哪裡 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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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台語 它叫肉吧 在那邊有什麼關菜講 不知道關菜 那你們覺得自己會贏嗎 會 你覺得 台北你覺得你會贏偉紅嗎 當然會 好 那 誰不知道吧 OK喔 那我們就來 台湾小吃王PK賽 好 第一題喔 1 2 3 這個是草莓 糖葫蘆 猜得一分 欸 有名字嗎 糖葫蘆啊 我懂葫蘆了 真的 來 1 2 3 那個是雞肉 排胆雞 是嗎 喔 我知道 你知道嗎 不是雞湯嗎 這個是台語 它叫肉吧 肉吧 有點近了 有點是台語 沒錯 肉丸 肉丸 它叫肉大丸 喔 肉大丸 1 2 3 豆花 冰 3Q冰 有點類似 但是 你告訴我 壞生有壞生有 那個是寒天嗎 有珍珠 那個白色的什麼啊 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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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叫芋是什麼 芋頭 我給個提示去九份一定要吃 芋頭 芋圓 仙草 芋圓 打算了 YES 你們都住在夜市了 來 1 2 3 這個我知道 它是 它是 紅米 玉皮 紅米 但不是紅米嗎 紅米 不是 不是米嗎 它是米 但它有一個名字 米糕 呃 豬血糕 真的好強 豬血糕 來 1 2 3 WRAP WRAP 這個轉 我寫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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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WRAP 不能嗎 雞肉轉 君爵 1 2 3 看不到的在哪裡 喔 有吃 雞蛋 欸 不是吧 差一點點 你說上面的那個嗎 你們知道這裡 就是安純蛋 安純蛋有蛋 它有一個名字 千年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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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知道這裡是哪 鋁蛋 千年蛋 哪個乳蛋 八蛋蛋 我會寫 不是乳蛋嗎 不是 當水蛋 當水蛋 1 2 3 3 吐司 這個是 不是不是 包吐司 呃 我們說 就是可以 就是但是 先生 我們在玩快問快答 農夫吐司 豬 但是有豬 他們說豬 對吧 珍珠 珍珠 珍珠吐司 因為 八寶吐司 這不是鮪魚跟 鮪魚跟 沒有鮪魚 盒子吐司 有點類似 箱子 箱子吐司 像吐司 你們想一下 因為 台灣人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是因為它看起來 有一點外觀像什麼 如果它裡面 包包 像吐司 如果它裡面躺一個人 它外觀會像什麼 一個窗 一個窗 一定要蓋起來喔 它有蓋起來 張禮 張禮圖司 大家都張禮圖司 像這樣 像不一樣的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說什麼 但我不知道它中文叫什麼 張禮圖司 我不是 關禮圖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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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但其實 泰沫其實在 為什麼咱們有手關禮 才不知道關禮 才不會像關禮 才不會像關禮呢 你們台灣人去那 吃我的名字 就是太複雜了 好嗎 可以簡單一點 好 這先贏了耶 誰贏了 泰沫贏了 恭喜 當然 就是想我所得 你這個人太驕傲 太仔細 我知道他還不會 這邊看不到東西 哈哈 但是他還是贏了 其實我們都吃 我們都應該都看過 一個時候吃過 就是我們 不知道他叫什麼而已 只是他比較偏小吃類 因為你們有可能去夜市 都是吃飯 吃 炸雞排 對 對